最近很多人可能在新闻上都看到一条消息 就是关于一家银行上百名员工都被查出有肺结结 说季晚一直都有参加体检的 但是这一次查出来 即使最小的二十几岁的也被查出了肺结结 此外今年由于我国的疫情 很多住院的流程里面都增加了一项CT筛查 因为是为了筛查一些新冠肺炎的真相 但是很多人也因此无意的扫除了一些肺结结 到底是不是肺癌 到底要不要手术 首先肺结结是指影像学上看到的直径小于三厘米的 一种肺部不透亮的一种结结 就看过去那里有一个点 然后根据这个点的密度 就是浓不浓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实性或者是非实性 如果是非实性里面 它特别特别淡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为叫磨玻璃 然后如果结结的小于一公分的话 我们又称它为叫小结结 在过去没有结出来的不是代表没有 因为在我国过去 那个时候CT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 大部分员工的体检都还是统一采用X线 但是这些年来我国的医疗水平提高了 就CT普及率大大提高 所以像一些福利比较好一些的单位 都已经开始用CT来取代X线 X线它的减粗的敏感性是比较低的 通常要节节大于两厘米左右 才能大致的看到一个轮廓 而CT它现在的那种体检的成后 大概在两厚米到三厚米 这就意味着过去那些在两厚米三厚米到两厘米之间的这些结结 在X线上过去是看不见的 那今天被看见了 所以只是帮你找到了这个结结而已 这些年来由于这个人工智能的进步 现在很多医生看片子都是有人工智能辅助的 他可以帮医生找到那些更小的那些一厚米两厚米 过去可能医生只会在CT上关注大概五厚米六厚米左右稍微大一点的结结 所以现在的体检报告中大部分情况都是会看到肺结结的 即使是二十几岁或者三十几岁的那种年轻人 一般来说小于五厚米的结结通常来说都是良性的 五厚米上会让它随法 就是隔六个月或者十二个月过来再看一下 看看它变化的速度 如果说这个结结在短期内迅速的增大了 那这种情况就不排除是恶性肿瘤了 当然还有一种就是看到直接就提示它是恶性肿瘤了 所以就肺结结中其实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然后有很多一部分的就是要用随法去观察它的变化 只有根据它的变化才能判断它是良恶性的 目前的范氏科的大概的一个习惯 就是如果这个结结是小于五公分的 通常就会叫它一到两年复查一次 如果结结是五毫米到一厘米之间的 那通常会建议它半年到一年后 然后随法一次 然后下一次的随法会根据下一个医生 根据这个变化来进行判断 如果结结是大于一公分的话 通常会让它一个月后再来复查 或者说一个月后再来复查增产的CT 如果没什么变化的话 又会改为三个月六个月的复查 所以要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一个随法的系统在里面 所以剪出肺结结不等于肯定是恶性 应该是很大一部分都不一定是恶性的 只要按照医生的这个随法建议 进行定期的随法就可以了 然后在随法过程中 这里罗西西有几个特别重要的提醒 首先这种肺结结的片子 如果能要到这种原始片子的光盘 或者是数字影像的话是优先要的 而不是要那个传统的胶面 因为一个肺CT的这个片子 大概有260多张实际上 但打出来的话 一般一张图上只有40几张 而一个结结一般有的时候就只有5毫米6毫米 那这样子的话 你拿这个片子给下一个医生去看的话 那没有任何意义 那个医生只能读这个报告 第二点就是在选择肺部CT随法的时候 尽可能的定在一家医院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有一些结结大于一公分 那这个时候你在A医院 A医院建议你一个月后随法 然后随法之后发现还不错 那叫你三个月后再随法 那这个时候你火急火燎 又跑到B医院 B医院看到一个结结A大于一公分 那又建议你一个月后随法 然后有的患者就非常的着急 还C医院D医院 就一家家医院的找下去 那样就造成了一个 就是在半年内进行了七到八次曝光 这些CT的射线 有可能会损伤你的甲状腺 乳腺或者是生殖腺 一般来说安全的范围 就是一年两到四次 那这样子过量的拍摄 一方面也不会增加这个医生 判断他量恶性的能力 另一方面白白吃了这么多的射线 然后还有第三个建议 就是如果年龄已经大于55岁了 并且有长期吸烟 或者家里过去 有人有过这个癌症病史的 那就是肺癌的高发人群 那即使呢 过去没有做过CT的 也建议去做这个年度的 去进行肺部CT的筛查 那很多人肯定会疑惑 那这样子查 我还不如不查 查出来一个结结 我自己心里担心难受 那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筛查出了肺结结 并且发现了肺结结 有恶性的转变的时候 再去手术 再这个肿瘤 小于这个一厘米 或者说才一厘米分安出头一点 那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育后跟它变大了之后 是完全不一样 现在的胸外科手术呢 也不是过去的那种开胸 它只需要打几个洞 就是只把那个有病的 那一小部分给取出来 那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呢 创伤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应该建立新的健康的理念 就是说发现肺结结 然后定期去随法 因为我们的人的身体 也像机器一样 对吧 它随着时间 就年龄增大了 总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 那你要正视这些问题 然后再去定期的去随法它 就跟车辆要保养是一样 那被塞查出来 有肺结结之后 有什么特别要做的事情吗 其实也不需要 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好了 如果工作环境中呢 污染特别严重的 就是粉尘特别多的 那也许可以去安装一些 空气净化椅啊什么的 此外呢 像吃什么 这些一般来说 是没有什么特别要改正的地方 总的来说 就是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保持良好的心态 证实这个疾病就好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用的话呢 希望你把它转发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好友 让大家发现肺结结之后 不必过分忧虑 好的 这就是这一期的节目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压力量大